美式连锁卖场继先前爆出食安问题之后 现在又被民众投诉 中午才买的长期蛋糕 到了晚上竟然发霉了 在抹茶蛋糕上出现了白白的一片 让他看了吓得直呼要赶快来退货 对此卖场回应 已经先停卖这款商品来厘清原因 美式连锁卖场柜台前大牌长龙 全都是要办理退货 一旁退货车上还摆了不少抹茶口味的长期蛋糕 退货单上还印有品质有疑虑的字样 有消费者8月31号买到这款长期蛋糕回家 当天晚上打开来发现绿色蛋糕竟然白了一片 另外一面也有一圈一圈的白色圆点 让他吓到赶紧退货 糖霜或者是发霉吧 发霉了应该就不会吃了吧 又粗暴的意思 最近好像一直频繁发生这种事 还有网友直呼这是抹茶奶霜蛋糕吧 原本试吃时店员还介绍说可以放很久 结果去发霉 来到卖场里已经找不到这款长期蛋糕 差不多11点多都卖完了 卖完了 对此卖场回应 已经暂停贩售这款商品要厘清事情发生原因 发霉原因有很多种 包含是有没有使用添加物 或者是它工厂制成有没有干净 是在运送或煮成过程的温度湿度 到有没有人为污染 都有可能是这样的发霉原因 要是敬意 只要看到一点点发霉情况就不要再吃 就怕有些霉菌可能会造成腹泻呕吐 消化不良症状 只是美式连锁卖场贩售的商品 滤滤出包 让民众直呼 以后买东西要格外小心 记者综合报导